到現在還在大氣中 有40%的溫室氣體 半甩期是1000年 其他平均就是400年 那溫室氣體就是會再一次吸收太陽的熱能 包著地球 所以地球像蓋面被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法令 OK 叫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減量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溫室氣體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覺得產業用能源燃燒之後就產生二氧化碳 對不對 煤油氣化石能源燃燒之後產生的二氧化碳 大家會覺得要減量 要提升能源效率 用乾淨的能源跟再生能源 照明一天假設我們換了燈泡一度的電可以照明三天 這就是提升能源效率 這裡有產業利益嗎 那當然有我省電 電廠省能源去發電 這是不是賺的錢 然後換燈泡 然後換燈泡 你是要過苦行僧的生活嗎 不用 但是不需要 不需要的東西不要買 不要吃的東西不要買 這是對的 這樣大家清楚嗎 現在我們到處去開會 都是穿棉梯 沒有不需要穿西裝 因為那個就不適合夏天 好那接著我再介紹國際談判 大家最近